大家好,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杀 孙特主公我已经耽误一周了 这周我是无论如何也要给大家做的 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蒙瑞盖世江东小霸王孙特 就是讲一下主公众臣和反贼应该如何选将 首先在讲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精彩的录像 或者是比较娱乐录像可以发给我 我之前公布了一个邮箱 但是我最近我有时候也比较忙 然后没人帮我看信 我找了一个人帮我看信 然后他申请了一个邮箱 大家以后有录像就发到这个邮箱里 这个邮箱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Fish LEONG 应该大家如果有兴趣查一下 应该是梁静茹的英文名字 然后这是下发线521 163.com 大家有录像就可以发到这个邮箱里 以前那个邮箱就不用了 然后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提出来 他会帮我 如果有比较好的录像 我也还继续会给大家做的 这个帮我审核录像的人 就是这位玩家 他在优酷他也做过视频 他这个优酷ID叫一个小小骑士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视频 有一些视频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比如这个与武功斗志都有 然后大家知道这么回事就行了 咱们今天进入今天的主题 就是这个孙策主公 孙策主公怎么说呢 刚出来的时候胜利确实比较高 我现在我们认识的人 经常在一起玩 这个孙策主公现在确实也挺难赢的 就是如果你在熟人局 或者是群内局玩的话 如果大家都比较熟悉 怎么该打孙策主公 孙策主公经常到最后就是 被四反围观 这个也也也不是也不是那个 也不是少见的 这个也不是我危言耸听 真的我们我我我反正 现在我们熟人局玩 我印象中好像孙策已经 孙策主公已经很久没赢了 这并这并不是说孙策主公弱 或者是怎么着 但是确实就是孙策主公 就存在这么一个现状 就如果反贼都会玩的话 孙策主公他并不能像孙权刘备那样 去保护忠臣 而且就是孙策主公 他有一个最大的 就是异病 就是忠臣选将 有一些特别强的选将 忠臣完全不敢选 比如一会我会讲到鲁肃啊 这种鲁肃就等孙策局出来 就是明反忠臣 一是鲁肃做忠臣没什么用 有人也做过这个视频 另外鲁肃做忠臣 就很容易就没人去打主 一会你鲁肃就贵了 就是很多这种脆皮啊 然后但是个人能力比较强 忠臣又不适合选 当然我在路人局孙策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路人局大部分就不属于无脑推主 你这孙策的主公肯定是不能无脑推主的 然后站在主中方的角度呢 我想谈一下就是 主中方就两个字觉醒 因为孙策不觉醒 你一百盘估计也就能赢个两三盘 所以说孙策的主题就是觉醒 你这个主中方就是无论想进一切办法都要让孙策觉醒 除非场上有鲁肃就必须先把鲁肃打死 只要没有鲁肃反的话 就是主中方就无脑高主 你必须得觉醒 因为你不觉醒就基本就是输了 就没有任何可打的 你觉醒了还能放手一搏 对吧还能放手一搏一下还有机会赢 你也不要看怕怕什么贝勒被冰或者是怎么怎么着 因为你不觉醒就基本上真的赢的机会特别特别小 真的这是实践是实践很多盘的 所以说你必须要觉醒 基本这么情况吧 然后咱们还是主要主要是谈选将吧 我大概刚开始就把我们之前讨论那些孙策主动的 先简单说一下 然后一会会结合录像 对我再再次还想提到一个这么一个观点 当然大家也可以不赞同 就是我们也好多人商量过 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反贼 你二号位反贼或者是三号位反贼 就是你弃杀不杀主 我们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一致 就是觉得这样 就是反正我们玩一般就是这样就算他跳法 为什么你二号位反贼 不要去随便杀主攻 就是因为你杀了一刀主攻的话 你并不知道后面这个忠臣的分布 你比如说就是因为你杀了一刀 主攻面上四血了 很可能六七位或者七八位有两个忠臣 他都能两刀就直接给主打觉醒了 所以说你作为反贼 你不要贪图这点便宜 小便宜 你就是你的目的就是找出忠臣 把忠臣先秒了 你也不要贪图这个主攻什么一血的便宜 不要说给他打三血啊 或者是四血 两血这根本不靠谱的 后面就只要忠臣位置好 真的就很容易就觉醒了 二位气杀跳反 反正我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吧 当然 你路人局肯定是不合适的 但我只是提出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如果大家经常这么玩的话 可以可以这么这么这么去做 总之就是孙策局反贼就不要去捅孙策 不要显得没事干去捅孙策 无论黑啥红啥 你可以拿过拆顺手 冰凉勒布斯鼠这些表身份 然后另外在这的忠臣的角度上 现在很多孙策的忠臣也不会打 他不知道该如何隐藏身份 咱们还是谈选将吧 这个这个刘备啊 刘备刘备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反贼头子 在孙策局还是做反贼啊 做忠臣真的没有一点用啊 做忠臣你 你也没有防御锦 你一旦跳出来 就反正孙策主攻忠臣啊 其实挺难选将的 你个人能力强吧 他有的特别脆 你真的没法选 然后另外刘备啊 和孙策也没什么配合 孙策他没有什么用牌能力 刘备基本上就反贼去选 忠臣真的不要去选 这关于选择肯定是忠臣啊 对吧 你反贼选这个不是纯属搞笑卖萌来了 张飞的话 张飞 张飞这种武将啊 在孙策局真的用处不大 当反贼 你秒孙策吗 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你帮 当然你 你要是做忠臣的话 在后置位做忠臣 其实倒挺不错 可以帮助孙策觉醒 这个倒是可以了 做反贼真的不打好 啊 诸葛亮 诸葛亮很不错啊 在孙策局 防御也高 嗯 然后做忠做反都是个人能力强 做忠做反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熟赵云就别选了 这这这太弱了 弱爆了 马超 马超这种武将还是偏速啊 反正 做做忠做反都只能说勉强选吧 只能说勉强勉强选啊 没得好选选 也也说不出什么了 黄月盈这种啊 这这 这个武将的孙策局真的我中反特不推荐选 为什么 你做忠臣啊 太脆太脆 就是一会就死了 都不知道怎么死 做反贼的 你你黄月盈泡什么爆发 不就靠那个什么 呃 或者是什么 五股丰登这种东西 在孙策局 是你 你绝对是不能开AOE 反正也是绝对不能放AOE的 你什么AOE都不能放 你不要看自己队友有个国家什么 你就放AOE 绝对不能放的 所以说这个黄月盈就 在孙策局根本什么都不合适啊 孙策个人能力超强 这这个绝对是做什么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也一点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甘宁 怎么说呢 哎 甘宁 其实 其实孙策局 这个能当孙策 就是特别特别好 忠臣的武将人特别少啊 当然也有几个神级忠臣啊 我会提到 这个 你要是实在想选 中反都能选吧 只能说 我也不能说 不能选对吧 这个 毕竟甘宁也是无国的 这个个人能力也是有的 这 吕蒙啊 吕蒙 我咋说呢 反贼 反贼就不要选了 如果你忠臣 其他都特别脆 你就选个吕蒙吧 黄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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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说呢 其实中反也都不得很好 反贼 你也不能推主 对吧 忠臣的话 还是太脆 这个中反都不大好 周瑜 当然在给孙策做忠臣 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他的问题就是 还是比较脆 当然你忠臣是可以选的 没有任何问题 他的个人能力也有 还能给孙策制霸 另外我想说一点 反贼不要选那种敏感人物啊 就就像你看周瑜啊 陆迅这种 这种 这种选出来 特别特别像忠臣 你反贼啊 千万不要 不要选这种敏感 而且 反贼选这个意义也不大 你反间 反间孙策嘛 这个就等于浪费一个技能 所以说这个反贼我不建议选啊 忠臣可以选 大乔的话 大乔其实中反倒都可以 也问题不大 当后这位反贼也比较犀利 当忠臣也可以的 另外我想说一下 就是陆迅啊 这陆迅就是 就是 就在孙策局就是忠臣选啊 而且做忠臣 还有神级表演 一会儿我有一团 特别特别精彩的 这个 孙策局 陆迅的 忠臣的录像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绝对是做忠臣要选 做反贼真的不要选了 你 他跟黄迅一样 他就不就是 他就不是乱猪排吗 就就反正无脑连营吧 有就放 你 你说你卡为OE 你做反贼你放不放 你放的就是坑 绝对坑爹啊 坑大爹啊 忠臣 那孙策局这个陆迅忠臣 也就算一个很不错的忠臣了 因为孙策 主攻的忠臣就 好忠臣很少啊 但他已经算一个很不错的了 然后曹操的话 曹操就定位为忠臣 你看他吸OE这个属性 对吧 孙策局反贼是真的不要放OE的 所以说这个忠臣可以选 反贼就不要选了 这四马一子的孙策局没一点用啊 是不是 你你你你忠臣可以选 因为因为 因为那个孙策局嘛 都都先打忠臣嘛 忠臣可以选 反贼就不要选了 反贼 孙策局的反贼不要怂啊 一定要选那种强势的 一定要选强势 千万别选自保的啊 孙策局的反贼就是要选强势的 孙策的三三大 反贼仇人就是鲁肃 张和张辽 有这三个人孙策就 就难受的不行啊 这下胡堆也是 你看就是孙策局啊 这种富嘲讽的 适合做忠臣 不适合做反贼 大家要明白这道理啊 因为孙策局都是先打忠臣 所以说 这种富嘲讽都是适合做忠臣 不适合做反贼 张辽啊 张辽就是 也就是他那三大仇人之一啊 就做反贼特别犀利 因为孙策他要逼绝醒嘛 他说你肯定要藏陶 然后他也不出牌 所以说就是张辽 张和鲁肃这种控制型的武将 就对孙策的克制非常大 做反贼肯定特别犀利啊 做忠臣 我不能说不能选啊 你这个选也可以的 这武将就不要选了 虚除 这没啥一点用 国家 国家很不错啊 在孙策局做忠做反都很不错啊 这个 这个我比较推荐啊 做忠做反都不错啊 哎 真机只能说做忠做反 都是勉强选 没啥太大用 这画图啊 画图选了就是反贼啊 绝对选了就是反贼 忠臣不要去选这个 忠臣选这个 搞笑啊 为什么选择他反贼啊 就不让你孙策觉醒 尤其后之位 你他跟奶妈我一块讲 你后之位 你孙策眼看都给打觉醒了 就给你睡一下 或者男一下 你就觉醒不了 这这种东西 香香就是 香香其实选择也基本反贼了 因为香香本身他就特脆 根本就还没等到孙策觉醒就死了 而且他这个结音啊 非常克制孙策觉醒的 但是前之位呢 我不能说那么绝对 但是后之位啊 基本上就七八位选出来 基本就是明反 你忠臣选了一点用都没有 我只真的说一点用都没有 要前之位忠臣想选 我也不太好说什么 你实在想选不怕死 你就反正你只能装身份 你要选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 香香在孙策觉 基本上也是80%明反了 后之位就100%了 这个就反对选忠臣不要选 这吕布没啥用 这在孙策觉有啥用啊 这调查就是明中啊 你反贼不要选 反贼不要跟我说什么 离间离间忠臣 这这这都纯属扯淡理论啊 这选择就是明中啊 你你忠臣可以选 只要你不怕被盲居就可以选 就是100%的忠臣 离间孙策又帮觉醒又送牌 你这不开玩笑的吗 这都不多不多谈了 只要稍微懂点 就应该知道调查是明中啊 哎 这黄忠魏延这种武将 你的孙策局就不要出现了 你这一点用都没有啊 夏侯元我想说说 夏侯元在后之位做忠臣很不错啊 就因为他有二刀吧 他就非常利于 就一种一般这种二刀流啊 在后之位 当孙策忠臣还是很不错 就特别方便孙策的觉醒 孙策主就是我之前说的 就必须拒绝醒 必须觉醒 没有没有没有条件 你不觉醒 就基本就输了 不用打了 当然你路人局可能反贼选的特别弱 你很可能没觉醒就赢了 但我跟你说 就真正的群内局 就是大家都开武将 都开特别多武将玩 你孙策不觉醒 就百分之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了 百分之九十八的 基本上就输定了 大家都反对都选强势武将 因为 当然你路人局他反对都选一帮弱豹的武将 你不觉醒也能赢 做反贼也没啥问题 曹仁做忠诚 反贼不要选 反贼太弱 我还是那句话 反贼选强势 做忠诚还可以的 因为比较耐打 小乔选择就是明忠 你反贼不要选这个 反贼选择有什么用 我实在想明白 这选明忠 周蔡 你看小乔周蔡这种 明摆就是副嘲讽 然后还是 还是 还是无国武将 肯定 肯定就是肯定就是那个 就忠诚选 你反贼选这种 又没个人能力 还是还是无国 这种 这 反贼真的不要选这种武将 就忠诚可以选 张角 张角 孙色局也没啥用 真的一点用没有 中反一点用都没有 你狱击选择也是明忠 你你俘获吧 你俘获什么 孙色都质疑 孙色就卖选吧 必须觉醒 只能忠诚选 反贼不要选这种 这种武将 典诚约的话怎么说呢 典诚约的话 其实 忠诚就不要选了 没啥用 你一会儿就死了 反贼的话 也不是不能选 可以选 在孙色局 毕竟你上来也不瞄主 倒也不存在什么禁主 远主 当然你还是禁主好一点 寻遇神将 寻遇在孙色局 当然中反绝对都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他也算孙色一个很给力的忠诚了 孙色给力忠诚非常少了 庞同也很不错 在孙色局绝对也是中反都可以 坐中超捧低 坐反也个人能力有 坐中坐反都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沃龙倒也可以 坐中坐反也都还都还勉强成吧 问题不大 太尔茨 太尔茨还是 还是我比较喜欢的 个人能力特别强 在孙色局坐中坐反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问题不大 庞德也比较弱 就只能说你坐中坐反都勉强 勉强可以选 但是还是很弱的 这个选择就明中 你不可能决斗孙色去吧 你不搞笑的吗 袁绍选择基本也是九成是中啊 你这个一射啊 你把反都射残了 孙色觉醒 当然反对 反对选择我个人觉得特别不合适 因为孙色局他是一个秒钟的节奏 他不是秒主的节奏 基本上袁绍选择也九成是中啊 反对我是不愿意去选的 徐晃徐晃选择他基本就明反了 就就克制你孙色来的 你忠诚也不要去选这个 你没用 曹批的话怎么说呢 曹批的话其实中反倒还可以 孙色棘手他也不太怕被翻 你翻了才也没人再打他 对吧 所以忠诚嘲讽还是比较低 也凑合吧 中反都还可以 孙间 孙间的孙间也是孙色少有的 少有的几个给力的忠诚 算一个还可以的忠诚 做反贼实在没得选 选一选也还行 但是也是没什么个人能力 这董卓啊 董卓也是出现在后志位 基本就明中了 为什么后志位就是 他就是想九杀让孙色觉醒的 你九杀秒主不太可能 当然反贼也可以选 没什么问题 这中反都还都还可以选 也问题不大 而祝容选择也是明中啊 你反贼不要选这种人物啊 你反贼选这个干什么 你COA放吧 这不搞笑的吗 对吧 这不要选 这蒙霍我就不说了 这蒙霍你就不要选了 这个蒙霍就搞笑 卖蒙古武将 这个贾雪啊 贾雪之前就说过很多次 他身家三在辱宫就是明法 就是你孙色觉醒到一雪 就绝杀你的 完杀你的 这就是明法 鲁肃 鲁肃 鲁肃那个 在孙色局出现也是明法案 第一他是那个三雪碎片 第二他对孙色起不到任何帮助 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简单说一下吧 就是因为孙色 他要避绝醒 他手里的牌 根本就是不用了 像杀闪什么 根本都不出的 你鲁肃肃根本就没有耗失空间 也没有地盟空间 你作为一个忠臣给主公帮不上任何忙 你有什么用 这两点就注定这个鲁肃出现就是一个极大的反贼啊 而且鲁肃的出现对孙色是非常克制的 孙色他就不敢逼牌 不敢逼觉醒 如果大家想看详细的 我给大家推荐那个晴天的视频 他专门讲过这个鲁肃为什么明法啊 就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两点原因啊 当然他他讲的比较详细了 这忠臣不要选鲁肃啊 反贼绝对选 曹植的话倒还行 忠反都还可以 高顺也还行吧 忠反都还可以 别个人能力都在这摆着呢 这法证选出来就是明中啊 你干什么 你恩怨孙策嘛 这种武将啊 就是副嘲讽 然后没什么个人能力 基本选出来都是忠臣去选 反贼就不要选这种了 这种武将 马素包括 就是我还是那句话 忠臣你可以选这种嘲讽特别低的 个人能力稍微弱一点 但是反贼反贼你就是选个人能力强的 就是秒中 无国太不好说 中反都还可以选的 你要忠臣选就是装嘛 反正反正得装 不装你就一会就死了 徐胜后这位后七八位基本就明反了 就就就是翻你主攻来了 没别的 没就就趁觉醒的时候给你翻了 然后就瞄你了 而前这位做忠臣也问题不大 徐树基本选出来也是反贼 跟刘备差不多 因为孙策没什么用牌能力 忠臣选的用途不大 这余进怎么说呢 余进中反反贼不要选了 忠臣可以选一选 张春华还是忠臣去选 反贼就不要选了 反贼和陆迅一样的道理 无脑连赢什么的 你放AOE什么的 这个对反贼是打击特别大 给孙策孙策就笑哈哈了 忠臣还是很不错的 嘲讽比较低 灵统还行吧 忠反都可以 成功的话 成功个人能力也挺强 也是忠反都还行吧 就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树霸 树霸这个肯定个人能力超强 绝对是做忠做反 都没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秒选的 公孙二不谈了 跟余进差不多吧 忠臣选反贼 就不要选这种武将 SP绕云也是基本选出来 明中反的你不要选这武将 反的你选这武将 你干什么 你帮助孙策激昂吗 忠臣可以选 嘲讽比较低 然后还能市面帮孙策激昂什么的 对吧 离婚禅的话 离婚禅的话不好说 只能说进主为偏反 元主为偏中 尤其后之位更偏反一点 SP逃人也是偏中 反的也不要选 独太选出来就是反贼 反贼就选忠臣 不要选独太了 反贼可以选 没什么问题 张和 张和也是孙策的三大仇人 就是张辽张和鲁肃 当然忠臣也选 也问题不大的 个人能力比较强 这个邓爱 就是孙策的第一神中 没有之一 就是绝对是第一神中 你如果有忠臣 你选将宽力 有邓爱就描选 就不用看了 就是救他了 绝对对孙策 帮助非常大的 大家可以试着就知道了 但是做反的也没有任何问题 江维也是个人能力异常的强 做中做反都没什么问题 刘善孙策局出来就是明反 你奉全什么孙策 你不要说什么等孙策觉醒 那个下场提前觉醒 我告诉你 那种几率非常非常小的 大部分时候都是先秒冲 这个二章的话 做中做反倒还可以 做中就是脆的 做中你必须得装 你只能装 而且你是只能装 不装就基本就是死了 你上来就无脑跳反就行了 如果是忠臣的话 忠反都可以 左思也是忠反都可以 个人能力在这摆着呢 基本上选项讲完了 反正孙策局啊 就是你要是大家开的武将都比较多 然后都会玩的话 其实孙策现在真的挺难赢的 我这游击盘录像 咱们看看吧 咱们先看看 先看一盘最精彩的吧 就孙策主录训忠的 这盘特别特别精彩 咱们看一下选将 这甲许不能选啊 蒙或不能这三个零 你可以选一个 他作为忠臣 而你选貂蝉的话 就是明中 也成吧 这个貂蝉 因为你在二号位啊 不会遭到反对的上来 上来一顿盲局啊 在二号位你可以先手 先手压制 零同也还可以 如庆也很不错 就肯定选这两个 然后他选的陆讯应该是 你们看一下厂商降面 厂商降面的话 不大好说 因为这是路人房嘛 我也不大好 这个我只能说是个反贼啊 忠诚不大好 其他这几个选将都还不大好说 这个也有点相反 其他这几个 这四个做什么都可以啊 这四个都是个人能力异常的强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陆讯的手牌 其实我还是非常给力的 看看孙策的动作 孙策上还没有杀 其实可以考虑杀一下这个流上 然后看一下陆讯这个牌 就陆讯一旦孙策的元素都在场上 就就发挥非常非常强了 为什么我说孙策主攻 就两个字就是要觉醒 就是你啊 我就是还之前想提出那个理论 就是二号位反的呀 就是以后大家如果在群内语或什么 最好就是弃杀跳明法 就不要去杀孙策 只有忠诚才去杀孙策 我们看一下他怎么出啊 你这个放AOE肯定是跳中了 你不用说了 你解释什么都没用 只有忠诚才会去放这么AOE啊 大家可以看 就是因为你陆讯要连赢 所以说你必须要放AOE 就是你反对 所以才不要去选陆讯 因为你对 你就是孙策就是觉醒 你不觉醒没得打 就这么简单 就是无脑杀主 你看场上现在没有鲁肃张和张 没有鲁肃这个反对 张和张聊到可以先不打 就还是打主觉醒 有鲁肃的话可以先打鲁肃 就没有鲁肃你忠诚就是杀主 反贼如果是反贼 就不要动主 一下子不要动 对 就无脑让主觉醒 看一下陆讯 看陆讯能不能再连赢到一张杀 可惜没有连赢到一张杀 如果连赢到一张杀 就直接捅向主 就是让主觉醒的节奏 你不用多想接的 看一下邓岸 邓岸开了一个五五 这应该跳反了 因为前面是主中 这开了一个五五应该跳反了 你也不用考虑后马上被勒 被冰或者怎么着的 就是因为你不觉醒 你就不可能赢 所以说就必须觉醒 你玩主 玩顺策主攻的 你也不要怂 你忠诚也不要怂 这个跳反 看看姜薇吧 最后这一刀 还是由中神去捅 这番特别精彩 看看陆神将的超神技发挥 陆讯拿一张杀 顺手可以给他 这个姜薇我看他做什么了 姜薇好像开了一个五股 然后就就什么也没做 弃掉一张南蛮入侵 跳反了 只要弃AOE肯定跳反 反贼不会放AOE的 他就拆了一个盾 怎么说呢 拆盾也可以 拆连弩也可以吧 这个也跳反了 反贼的阵容还是比较强大的 看书吧 这应该是想去拆勒 如果 你为什么想去拆勒 如果他是反的话 他就去拆这个连弩了 不会拆这么一堆手牌的 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中啊 大家观察这出牌细节 你就明白了 挂闪电 对 这就是打主 不要去打 其他反贼 其他反贼就无视 在孙策觉醒之前就是无视 结果这个火龙 晾了一个 他还没有 就有AOE放 对 你就就必须觉醒 你不用考虑别的 这邓爱特别悲剧啊 你就囤了三个田 两个红的 看看 徐树和刘善 其实这两个谁做忠臣都不大好 哎 哎 选也 也 也 也还行吧 只要说 这徐树是个忠臣 举剑 看看那个刘善吧 刚才恩陆逊已经制霸了桃了 他去拆桃 他是想瞄主 你这个时候瞄主明显不现实啊 主攻这么多牌 你这个 你这个瞄主明显是不现实的 你连弩你连弩你也秒不掉啊 孙策肯定是有闪的 应该是在防九杀 九杀 这个肯定秒不掉啊 就孙策你不觉醒 就没有机会赢 只有觉醒才行啊 这个时候的话 可以考虑八光流善 也可以考虑给终身补盘 他给原树补 其实给陆逊补也 也可以啊 一般情况下的话 一般情况下孙策主觉醒了后 第一下应该是把反贼好一点 给八光流善可以啊 另外的话 就是孙策主攻旁边的反贼 一般选一些耐打点的 因为孙策觉醒这下非常猛的 但是他又顺手没八 也倒可以理解 看看孙策这一回的爆发 你就孙策觉醒这一下爆发特别特别强 刚才的话 其实也考虑可以考虑拆寻域也可以 其实其实觉醒这下还是拆牌比较好 我个人觉得 比补牌好 除非说你觉醒那下 你眼看自己不行了 要死了 也没没逃 然后这个中神方牌少 你看原树刚才那么多牌 应该是有逃了 你看就是孙策觉醒 这一下爆发还是很强的 刚才他寻域是好一点 支霸 送盘 这个都问题不大 看看陆迅 刀可以给他借过来 可以支霸 把这个武器给他 然后把这个 他他他也 他也没有 因为杀不到杀不到这个 灯爱 然后留点防御牌 因为接下来可能会去打这个陆迅 红杀 其实就是孙策觉醒了以后 反正是可以继续瞄主的 就是因为他已经觉醒了 和没觉醒之前是不一样的 当然红杀的话 还是不杀孙策的比较好 这个集火陆迅 然后取火 看陆迅啊 看陆迅连赢能连赢出什么 主攻不知道有没有逃 主攻没逃了 然后看一下元术 这个时候内奸可以考虑控一下场 这个元术去杀这个寻语 不知道反正还有没有逃 反正没逃的 从这个徐术不太可能是内奸 应该就是元术是内奸 元术这个时候应该考虑控场了 因为孙策觉醒以后非常强的 不过的话 其实他倒他是觉得这个陆迅啊 这已经一血残废了 应该很快就死了 可以可以迎魂给陆迅 其实比较好一点 帮助陆连赢一下 陆迅的神奇发挥还没有开始呢 就是你上来帮助觉醒才有机会赢 是吧 把这个无限可及送给他 然后试那个简易 然后就可以吐吐这个江维朗 你看陆迅这种就是无脑出牌 然后还可以拼 还可以直吧 有元术有尊策的话 他就非常容易连赢了 这连赢还是异常给力 这个韩正脸啊 这个拆 拆姜薇的话也不大好 这个谁也别拆了 拆下来 就连赢一个桃 这个邓爱非常悲剧啊 这个被闪电批了 这个那间挂闪电 哎 我我觉得那间 不要挂闪电 你挂闪电 你就控不住场了 你看本来 就他们仨打他们仨 还是有的咋的 你这个一挂闪电啊 这就 这就这就控不住了 对吧 你看看 这神级连赢啊 你这一下把邓爱 这个批财了 你真的控场控不住了 这是要收邓爱 其实不能收邓爱 收邓爱真的没法打了 还有有桃 呃 元术应该有桃 但元术肯定不会救的 这个主攻有一个无懈可击 刚才陆迅给他支霸的 但这个 哎 这主攻就是 也不知道他自己自保什么呢 就差点 要不是陆迅神级连赢 陆迅就死了 你看陆迅连赢 刚才有无懈可击 好几次 就火攻了 南蛮都都不给打 然后看一下这个 这个 桑内能不能把陆迅的砍死啊 如果把陆迅砍死 倒是还有的打 但很可惜啊 陆连赢了个桃 这主攻这无懈可击还是不打 这陆迅这神级连赢啊 那所以说陆迅啊 做忠臣还很不错的 看看徐树吧 徐树其实做孙策忠臣不大好 因为孙策没什么用牌能力 他是靠自己摸牌的 这赶紧给主攻 这个闪电武武器了 先包主攻不死 他是王道 这盘也不能说 只能说内奸控场有点晚啊 只是他没想到陆迅能活这么久啊 其实要是陆迅 要不然陆迅也就早得死了 可惜没有连弩了 看能不能收到姜威啊 收到姜威了 可以直霸一个红沙 看看元术这回合能不能秒了 能不能秒了陆迅啊 如果秒不了就没戏了 这个基本没戏了 后面不看了 就是就三个人打元术了 再看垃圾时间了 就是主中方就两个人绝醒 反贼就是一个新年 不统孙策一岛 全部把火力砍向忠臣 再看一把吧 这把手 我很早以前打了孙策主攻的 你自己玩孙策主攻也不要怂啊 你这个怂了真的不要去玩孙策啊 你玩别的主攻去吧 孙策主攻绝对是不能怂的 看一下场上降面 这个肯定反贼 这个肯定忠臣 这个肯定忠臣 这个肯定反贼 这次我直接就标好了 就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都是认识人啊 剩下这三个不好说 什么都可以啊 这次四个人真的就这么标 你你选这样的时候也是这么选 你不可能你不要反着去选啊 我感觉二号位国家还是威胁比较大 为什么我先说一下 这个孙策有加一 一般情况下是不要挂的 为什么我要挂这加一啊 就是因为有这虚幻 我必须挂不挂 不挂就那个就自费武功了 所以如果要挂加一 要不然我肯定不会挂加一的 你挂加一话 一会儿忠臣怎么杀你啊 对吧 但是你就是因为 有这个徐晃啊 这个跳反了 所以说我必须挂这个加一 他现在兵不到我 要不然他肯定会兵我的 那徐晃挂了个闪电 他可能看到队友是国家吧 其实他这闪电也不应该挂的 你小桥基本就明中了 你小桥放AOE 这肯定是忠臣 反贼不会放AOE的 这想想绝对就是 就是反贼 为什么 就是你孙策 你卖血 你一卖 你肯定要卖血吧 孙策 你不卖血 你玩什么孙策 你一卖血 他就有着睡 他就睡你了 你卖半天白卖 你还是个白板 孙策不觉醒 就是白板 这个小桥跳中 这个都不出意外 现在就是只是说 他俩谁是中 谁是反了 结果我这手牌非常悲催 全部都是2.2 吃饭 我什么无奈了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这个怪不得我 我这个手牌 这个 刁山直接跳内了 什么也没做 直接跳一个名内 当然在孙策局 这个反贼 你对内奸也不要手软 就是内奸终身 统统砍死 不要 不要犹豫啊 拿着过拆 这个 这个OE给反贼 没什么用 反贼也不会放 竟然没人拿 竟然没人拿OE 这个OE 已经绕了一圈 落到这个内奸手里 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没 这 这我就根本就没法觉醒 你这反贼就一直在这 所以说 这个香香就是 香香化妥这种啊 就特别捣乱 影响觉醒啊 这个是个忠臣 很不错啊 非常神中啊 那这个就是反贼了 神中出现了 第一种 他应该去拆手盘 马超武将 只能说勉强 凑乎吧 可能没什么太好的武将了 我杀不到别人 只能杀马超啊 这个过拆的话 对 可以考虑 先必须 先起火香香啊 奶妈必须死 对于孙策来说 你防具就不要挂了 你挂什么防具啊 你不挂 还没人杀你呢 你还挂防具 小小水冰 当然来一贯的水冰啊 先起火奶妈 我这回终于有大点了 可以说收到一张红纱 其实这制霸 这个主攻击还是很不错的 这盘最后也特别精彩 这个内奸 就跳明内了 他先火攻了一下邓爱 然后又去离奸反贼 就跳明内了 这盘的话 就是如果你反贼火力够猛的话 就连内奸忠臣一块打死 不管你是明内不明内 但如果你反贼火力不够猛的话 你只能先杀忠臣 还有香香啊 现在可以试马超 看他手牌是什么了 他没睡 他可能防御牌 结果我这个第一神钟 邓爱太悲催了 直接直接被沈连批了 看邓爱这回合 能不能打出点输出 继续杀奶妈 先杀后拆也很不错 决斗 决斗登爱 这可以 秒的登爱也可以 登爱活着始终是个麻烦 然后到我了 我还是杀不到别人 只能激昂杀马超 然后就可以挂一下 一个简易码 就过了 国家还杀不到我 他杀到我杀 也不会杀我 这个血网都给冰了 对杀一下国家 让国家慢慢血 没想想快死了 这个貂山手里还藏着一个AOE 那小乔被冰了 杀血网 问题不大 又是一贯水冰 你看冰了 冰了三次就中了一个 这个内奸这回合要爆发了 这个一个AOE送出去 看邓爱能不能死 我是没逃了 不知道小乔有没有逃 小乔也没有 这个邓爱直接死了 这个不让收 肯定是不让收 我肯定是卖血的 这个毫无疑问 然后看一下小乔 小乔有天香牌 可以考虑谈我 如果牌特别好的话 也可以考虑留一下 你看这就可以看出 小乔忠诚和孙特配合了 看看反贼让不让 让内奸收 还是不让内奸收 内奸又离间 看看反贼有没有逃 反贼还是有逃 反贼就是不让收 肯定不让收的 这回看看反贼 还有没有逃 没有了 然后被内奸收了 你看这个香香又可以睡我 我还是觉醒不了 这就非常克制的 一会他又 你看他把我家一码顺走了 这个没什么问题 一会许晃就会冰到我了 他这个时候可以考虑睡国家 杀我一刀 其实他 你看他还是 这一刀不应该杀我 你杀我的话 一会我很有可能 就是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觉醒 你这个时候不要怂 你就必须谈 你就必须觉醒 不觉醒 没得打 刚才所以说 香香就不应该杀我那刀 我就始终说 反贼 你不要同主公一刀 你不要 你觉得同主公一刀没事 你同主公一刀 很可能主公就觉醒了 因为你后面 有可能很多情况 是你预料不到的 就是 反贼一刀秉承这个原则 不要同主公一刀 同主公都是忠臣 你虽然 虽然我现在 易血 但是我 但是我也 我也不能怂啊 内奸应该是有陶的 内奸一直要比较安全啊 这个因为有八卦 可以留个无邪可击 顺我 肯定先无邪掉 酒杀我 还是很给力的啊 就是顺测 你总之就是不能怂 你必须要觉醒 不觉醒没得打 就这么简单 你看这 徐晃就非常克制我 我那加一 还有一个香香 刚才顺走了 就是徐晃和香香 这选章都非常好 都非常克制我的 这里面就马超 略为不太好 其他的三个选章 都还不错 这个内奸开始控场了 开始控场 把我忠臣突突 所以现在就是 主犯反内了 到我这个回合了 就是说 无论你重兵重乐 你都不要怂了 就考虑八人了 这个时候 肯定不会给内奸补牌啊 结果运气还不错 来了把古丁刀 古丁刀可是孙策的神器啊 绝对不能扔的 扔着这方天话几就行了 这个国家也没有 没有过乐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对内奸也很不错啊 当然的话 觉醒孙策的能力 个人能力非常强的 觉醒孙策主 杀孙权 都是随便虐啊 好 就看一下内奸 他这个时候考虑怎么打 我感觉他应该不会把反贼送我 你看他肯定是不会把反贼送我的 还是八光啊 刚才 刚才是那个谁开了一张 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薛宝开了一个五五很不好啊 开五五正好给我送了一张杀 他那张五五刚才是不应该开的 因为我被冰了嘛 后面位置也不太好 可能他没什么防御牌 想找桃什么的 五五开的不太好啊 结果就那一张杀被我 你看孙策就是 学醒后 他这个配合让激昂非常强啊 如果 如果那个 国家回不到 国家是想瞄主了 就拆我手牌去了 想瞄主了 因为他自己感觉活不了了 然后看一下 貂蝉吧 貂蝉又给我冰主 貂蝉其实续报的倒是挺好的 结果又给我冰主了 去看我运气了 肯定还是扒他 就运气还不错 就安赖是水兵 然后如果孙策不中兵的话 这觉醒孙策非常强的 杀一刀 这火攻现在不要火攻啊 你手里花色太少 火攻肯定成功不了 先留一下 一会儿牌多了 再用 你不要无脑 用牌 然后继续扒这个貂蝉 结果还是没来到防御牌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火攻 看他剩一张什么牌啊 剩一张桃子 还是没有红桃子 你看杨就非常强啊 觉醒孙策 每回合平均摸3.3张牌 然后再加上这个 英魂还能那个八牌 这个一会儿 你看貂蝉刚才 刚才他那会儿 气排气了多少桃和酒 这一会儿 他的优势就都没了 这就这么八牌 一会儿 一会儿 他的优势就没了 就化为乌有了 现在打不到我了 继续拆他盘 其实貂蝉已经扩空的 很不很不错了 先杀 再放蓝 手里剩一张杀 结果就被劈死了 这牌就这么结束了 就是通过这两牌 主要想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主中放 到底该怎么打 主中放就不要怂啊 就一定要觉醒 就这两个字啊 然后咱们再看几牌 反贼的吧 再看几牌 孙策主公反贼的 这个孙策主公 我作为反贼的话 在这个位置的话 这些选将的话 其实只有这个嘉许 比较合适啊 这独菜这个远位 没什么用 用处不大 当然你要 就是没有嘉许的话 这个这几个都不太好 只能选这个独菜 剩下这几个就不要选了 就那句话 反贼要选个人能力强的 我就描选嘉许啊 就是针对你孙策主公来的 我常见面来说 这个肯定是个忠臣啊 忠内啊 这个反贼不会选这种武将 这个肯定是忠臣啊 这肯定是反贼啊 这都可以标好了 剩下的 剩下的没法标 如果我是主公 我可以直接给公孙赞 香香 雕缠 还有嘉许 标好身份 然后看一下吧 看一下那个 这个 他这个上来兵的很不对啊 这公孙赞这选将 明显就不是反贼的选将 要调兵肯定是兵香香 你不要去兵公孙赞 从这选将就可以看出来 这香香就是明反 这怎么可能是忠臣的 这个放OE也跳中了 这反贼不会放OE的 这个也没卖血 当然就是说你孙策主公 如果忠臣选孙赞的话 也不要轻易卖血啊 因为你你卖血 一会儿也都是打你 还是很容易死啊 然后 然后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佐词吧 佐词刚才吸了个OE 如果是反贼的话 就不要去放了 他反了 你看这虚报的一张过拆 这反贼就 这种 这个就打得非常不对 你这个反贼 不要再去放OE了 你这反贼 刚才 而且那个刚才 假许放OE 这孙策也不卖血 打的问题都比较多啊 你这个反贼放什么OE 反贼放OE 就持手坑爹来了 然后杀一刀 看看孙签跳什么身份吧 现在就像孙签和那个 袁术身份不明了 孙签跳中了 这个就是反了 看一下时间 时间没有动 我这个时候的目的 就是要秒了这个 貂蝉 这里面就是 你看中产 这两个非常弱 貂蝉个人能力比较强 我这个目标 就直指这个貂蝉 就必须秒了这个貂蝉 火攻 火攻 就是要秒他 然后就开大 我就是 我就是要秒貂蝉 不管别的 你貂蝉必须死 不死不行 就死了我们 反贼进入人数 虽然说这个看着 都掉血了 很亏 但是就是要把你貂蝉弄死 然后就 我把他们两个 终身给连起来 我为什么要后连呢 就是怕他一会儿 万一两个没花 我没有这个花色 然后这个袁术和香阳 肯定都是反贼了 然后看一下香香 跳反 这个不出意外的跳反 刚才孙策就不应该 从刚才 为什么我说 还是我那个节奏 就刚才他放EOE 他应该卖血 然后如果公司上 上来可以杀他一刀的话 他这会儿就觉醒了 你不觉醒 基本就等着输 不觉醒到最后肯定是被围观 然后你看对 这个就答的很对了 就是你孙策必须觉醒 只有这一条路 但是你看 由于香香的存在 你觉醒就非常困难了 基本没有 由于这八位香香在 你就觉醒不能了 八位香香就是明反 你忠臣不要选这 忠臣选了一点用都没有 结果这孙签看不懂 还去拆这个公孙赞 这个我就不说了 这好多路人 他这个孙策主攻局 好多打法还不适应 这时候就是先秒公孙赞 再秒孙签 最后秒孙策 就这么简单 你不要管什么孙签 是卖血不卖血 怎么着的 你就必须秒 就先和谐忠臣 这可以睡觉 有香香在 你身色就不要觉醒了 有八位香香在 你身色这辈子 也不要想觉醒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左辞 这个左辞和孙签是路人 拆牌 对你看这个时候就是沙村策 觉醒了 就是这么节奏 我可以开五谷 因为位置比较好 我拿这个决斗的目的 我就是想把这个公孙赞给秒了 结果这个主公把这张杀给拿了 不过他手里也没有杀 就把这个公孙赞给完杀了 你反贼就是要想个人能力强的 接下来就是 你看就是孙策主 反贼想赢 基本就是这么节奏 就是和谐忠臣 所以桃圆开起来 对反贼回复很好 你孙策这辈子有香香在 你也不用觉醒了 就这么待着吧 你就凉血待着吧 你即使孙签杀一刀 香香一睡 你还是觉醒不了 这是香香特别克制 这是香香鲁苏 这种都是明反 做忠诚没有用的 所以说你现在都不能去杀孙策 你杀孙策就浪费输出了 如果没有香香的话 你可以杀孙策 他就觉醒了 所以说嘛 你就看出来特别克制了 香香特别克制 孙策 接下来目标就是 慢慢把这个孙签先磨死 孙签还要卖血 卖就卖吧 不过你吃刀也是死啊 孙策他不缺醒 他就是凉血白 把他胜扎不如关羽呢 这孙签 这都拍出去了 这孙策还卖血 不是 这个孙签还卖血啊 把自己卖死了 上下就围观主攻了 我就把这个调查弄死了 上下就打打酱油了 然后完杀了两个忠臣嘛 这个时候 把孙策都扒光了 可以可以秒他了 其实他觉醒了 也没什么用了 已经忠臣都死光了 直接一刀砍死啊 其实就是在我们群内局玩的话 一般情况下 这个基本上孙策还是这种情况比较多啊 就到最后被围观了 对了 说一个 说中间插播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 我有粉丝 给我建了一个粉丝群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 可以加一下这个群 就是这个纯属我个人 个人的粉丝群啊 这个也没有什么 你只要你只要爱看我的视频 或者是 就是想交流一下三国沙问题 这个都可以加 这个我们粉丝 建了一个500人大群啊 大家可以加加加一下 如果有兴趣的话 然后你说一下 说一下 你加的时候说一下为什么加 要不然可能不会通过啊 嗯 行了 然后咱们看录像啊 好 我给念一下吧 可能有人 他那个看不到 这个 可能屏幕不清晰啊 这个208103155 咱们还接着看录像 看这盘吧 这盘 这盘是 我的主视角啊 我这个位置 这些选将的话 这个 除了这徐胜 其他的都还可以 独菜略为不大好 这个位置 就是 寻域啊 刘善 大桥都还可以 都不错 我当然选大桥啊 当然寻域肯定很不错啊 寻域神将 看一下这盘的选 这盘的情况啊 这盘的情况 这个基本是个忠诚了 这个傅招讽的 这个 这个是个反贼 八号被逃批嘛 这个基本也是中内了 你这反贼 这么远 选个这个 而且你 没什么个人能力 其他这三个不好说 其他这三个 在森策局 做中做反 都是神级的 基本就是这么情况 看一下节奏吧 然后主攻上来 连累下他俩 这个问题不大 因为二号位姜薇嘛 还是向反贼 向姜薇吧 姜薇黑杀主攻 这个是我们之前玩的 黑杀主攻 当然说明不了什么 但是我就是 还是想提出我那个理论 反贼不要去杀主一刀啊 如果现在在玩的话 我就直接给他标中了 就反贼 你气杀 你就是气杀 气杀跳明反就行了 你不要去杀主 当然这个不适合陆人局 陆人局 再说 陆人局 陆人局他杀主 基本上黑杀主 应该是跳反的 可能性会比较大 当然也可能 终身隐藏身份 但是我就是想提出 我们的理论 就是你反贼不要去杀主 主一刀 二位气杀跳明反 当然这个是直接跳反 你过拆主 对吧 你过拆或者乐兵顺手 这个就直接跳明反了 这个邓爱非常悲剧 本来邓爱一个神级选项 为这个黄中玩课 黄中跳中 这个法证也不出意外跳中 我肯定不让他顺啊 把我无中生油给炫火走了 我当时就闪了 也没有流离啊 因为这很早之前玩 我当时 当时那会儿还没有 就是想到那个理论啊 就是当时 姜薇的身份还是不确定的 他因为黑杀了一下主攻 顺带手牌 看能不能顺到方片之类的 就决斗肯定是直接贴出去啊 嗯 杀一刀黄中 然后把这个决斗贴给孙策 看孙签跳什么吧 孙签放了一个AOE 这个这个打的就非常不对啊 反贼反贼是不应该跳放AOE的 但他可能觉得有操批 我就这么说吧 孙策军无论场上有操批 还是有国家反贼都不要去放AOE 绝对不要放 就是以后就 真的 你反贼不要去放AOE 但是其实他是个反贼这局 然后孙策也没有卖血 其实刚才就是应该卖血 无论你被勒被冰 你也不要走 就是要卖血 你孙策不觉醒 就没有什么可打的 当然这有些路向就是以前打的 所以说就拿出来 咱们总结一下 就讨论一下 到底这个孙策局该怎么打 刚才那个反贼的AOE 首先是不应该放的 然后这个主攻 刚才应该卖血 这个江维果然是个忠臣 在隐藏身份 你看就刚才AOE为什么不好 你看一是主攻刚才他自己不卖血 那没办法 他其实应该卖血 然后对主攻也还有好处 你看给反贼 你看的是翻了 但你曹丕一旦血腺掉了 就非常嘲讽 你看给 其实对反贼还是很不好的 然后几会这个黄中 最近嗓子还是有点不输 当然是黄中的托管习惯很不好 你托管暴露你没闪了 大桥还是非常强的 还有五五 我是想再找一个方片 把这个江维和孙策都给贴上 结果 我看有桃啊 我看外面有 我无懈可疑 我就把这个桃先拿了 然后看一下 看下他们拿牌 孙策拿了一个万键齐发 孙策拿了一个桃 曹丕拿了一个九 然后看一下孙策 孙策就是反贼 刚才他那AOE是不应该放的 拆距离问题不大 我为什么贴姜薇呢 姜薇个人能力比较强啊 这个孙策在这位置 基本上 他发挥不出什么了 看来无懈可疑 应该是在反贼手里 你看就是勒布斯鼠这张牌 拉卡叉特别强啊 我接下来会做一期大桥的专题 这大桥的 到时候我再说吧 反正你看到勒布斯鼠这张牌 还是非常强力的 看看罚证 把这个武器忽悠过来 其实这个时候啊 就应该考虑秒这个邓爱了 就 就主中联动 不许把这个邓爱赶紧秒的 要不然一会儿邓爱觉醒了 就是这是个麻烦事啊 对 这个时候就杀邓爱了 必须杀邓爱 我也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 没有方片了 那没办法了 所以说方片还很难摸的 我这个时候挂这个 他也挑衅不到我 可以杀我 对这个没问题 我留了一个给黄忠 看一下曹丕吧 曹丕也没挂武器 就是怕他挑衅 这个也问题不大 他这张无邪可击 不应该给他 无中胜油打 因为他手里 有一张明的万剑 他手里刚才 是一张明的万剑 那张无邪可击 是不应该打的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 翻江威 然后邓爱就觉醒了 不过 这个孙策的万剑齐发放的 也是有待商榷的 本来江威就可以动了 就很可能把这个邓爱搞损 你这个万剑齐发一放的话 这个江威就废了 这个手里还全变成邓爱的了 这个万剑齐发放的是 有待商榷的 然后结果这邓爱就 就是平安觉醒了 这个江威的牌 被顺了不少啊 固定刀 直接给这个黄中爆了 看邓爱能不能撑到凉雪 没有撑到凉雪 还是很危险的 剩下的闪 不知道有桃吗 还有桃 这牌其实打的还是很危险的 啊 我就留了一个江威啊 瞬间还是不少桃子 我就说 由于这个邓爱被翻面了 我就把它收了 然后他的东西也都能归曹屁 我还能收三张牌 还让乐不四处把一个江威给乐住 我得留一张纱啊 万一他这个乐过来 我挑衅我 看能不能把江威带走啊 把江威带走了 江威上个内奸 总之啊 就是你反贼 不要放AOE 不要去捅主攻一刀 找出忠诚 把忠诚秒了 这 这个才是王道啊 好 这孙天 孙天家中桃树的吧 刚才掏了几个桃子 这手里还有两个桃子 第一个杀我 我就留了一个主攻呗 现在的话 后面也没有忠诚 主攻他也觉醒不了 而且我能给他们贴住 其实如果 他们排 就是有能秒人排 可以秒孙策 因为这有古定刀嘛 大家可以看到没 这个乐特别强啊 这时候 由于他可以大英魂嘛 就可以考虑秒这个孙策了 这还有古定刀 就结束了 总之 反正主中方啊 反贼方该怎么打 基本策略 我都 也都 也都说了 今天的录像 也都放的差不多了 就是希望今天的 今天讲的能对大家在 孙策主攻局 该怎么玩 有帮助吧 其实孙策主攻 倒是蛮好玩的 但是由于啊 就是 在大家选项都比较全 然后都比较好玩 情况下孙策主攻局的胜率 确实 现在还是 比较偏低 当然在那个路人局 孙策还是很强很强的 这个至于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 无脑推主的原因啊 我孙策主攻还是很好玩 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玩一玩 挺有意思 反正我 我有的话 我还是会选 甭管输赢 但我 我选的就是 这个东西就是 不要怂 就是要觉醒 觉醒了 他才能玩的爽 玩的还 不觉醒 就是做等输啊 就一种慢性死亡 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吧 嗯 感谢大家收看 嗯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